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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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OK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U of Cure Demon 是一個專案 我是9億 從宿舍Lab來 我先補充一下 我這個滿跳動的 不要理我 我先補充一下剛剛Gary講的 因為剛剛Gary有一位 有一位 語彙者問到說 架設的事情就是 OBS是Open Source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 弄個 你可以裝一套Open Source 然後可以裝 OBS的包 弄一弄之後你可以 架一套OBS在自己家裡用 我是沒架過 不過我們同事有架過 應該是可以Walk 那至於 之前Miko那一套也是 就是用那個Suser OBS架出來 現在應該還在用 歡迎大家使用 都是開發 然後如果說 參與Open Source的 開發 也是一個滿好 接觸 OBS開發 程序的一個 流程的一個 一個機會 還不錯 因為我說實在的話 我們公司其他 產品開發程序 也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對 那我就回到主題 就講一下 UrfKey的DEMON 那這個DEMON 是 我們為了解決一個 UrfKey的使用問題 所以做出來的一個 Project Agenda大概是 我先介紹一下 RfKey是什麼東西 那 有哪一些東西 會去控制 RfKey 那這邊會有一些 小陷阱 那第三個就是 會介紹一下 UrfKey的DEMON 的那個 方形 還有它的 architecture 那最後是Q&A 好 那RfKey的話 它是一個 Rf的Switch 它存在在那個 Network的Subsystem裡面 那它的Source Code 是在 Net RfKey下面 那它的Document有 目前在Kernel裡面 有三個 一個是 最基本的Document Rf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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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是它的ABI StableABI下面有一個 SysFS RfKey 那裡面有寫 它目前比較Stable的一些API 可以給User Space使用 另外一個就是 在 Obsled 下面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 RfKey 那一個就有可能會 會移除 但是 一直沒移除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Kernel裡面常常這樣子 它講說會移除 會移除 會移除 它就不會移除 就一直不會移除 那你就要去寫信問那個 Maintainer說 為什麼沒移除 然後就有種種理由 為什麼沒移除 但是那些字 字眼就是一直寫在上面 不過你要小心 就有可能 某一天 忽然會移除 那我本人的話 是一定會去移除它 你放心 有時候你移除之前 其他的Maintainer會講話 就說可能 他還沒準備好 但是 Anyway就是 大概是這三個Document 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較基本 了解FKey 它算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 framework 也算小小的 其實也算蠻基本 那其實如果 有些Code參考裡面 其實蠻簡單的 還蠻簡單的 可以看 那在DocumentRFQ TST裡面 裡面 它有寫到說 RFQ遊戲是 這Subsystem 是提供一個Generic interface 所以其實它 嚴格說來裡面 是空的 沒有東西 它是一些 interface的定義 對 然後真的有Logical 大概是RFQ input 然後最近還有放另外一個 我忘掉 對 那其他像 譬如說你implement 這個RFQ interface 你只是說 在Kernel端 對於User Space 有一個標準的介面 大家講好 我都 我Stay 大概這些Stay 然後我有哪些interface 對 大概是這樣 那它主要的 控制的範圍 也很簡單 也蠻窄的 就是說 它對於一些 這個 那個 Radio的 Transmitter 就是你今天有發送訊號 那些東西 像譬如說Bluetooth Wi-Fi 然後譬如說WiMAX 這些device 那它有一些 Status 要進行控制的話 就會 我們會講好 就是說 用RFQ去做 在從Kernel到User Space 這一段 對 那算是一個 你 就是 你 不用講協定 就是說你大家講好就是這樣子 對 好 那它這邊有講到說 當 它Status 是這個Block的時候 那它代表就是你這個Transmitter 就是不會發送這個訊號 對 那它有可能是 其實以前運到 很多是把Power就直接Off了 那 那還有 有一些是 它Power不會Off 它只是 它把訊號斷掉 這樣子 那基本上 為了這種東西 就是為了省電 就是 你今天要關它 就是 會省電 就為了省電 如果說你沒有省電的需求 你就一開著 沒什麼問題 好 那從Status 它Status來看 這個 Document裡面都有寫 只是把它跳出來講 就是一個是 最最基本的 就是Unblock Unblock就是說 你當然你這個 器材就是會動 就是 你現在Wi-Fi 會有訊號 那你 譬如說 你可以用你的網卡 去連你的 SS Point 對 大概是這樣 那Hardblock Hardblock這個State 就是說 它 它是 譬如說 你今天你是Driver 可以去Touch 譬如說 你Driver 你Driver可以去控制 你的RF 開跟關的State 的話 它就不是Hardblock 它是常常是在Driver以外的事情 譬如說 它有一個Hardware的Button 你一開 像譬如說 Sympad Sympad它下面有一個HardwareButton 你一開的話 它可能從Hardware就控制 或者說它從那Button 連到BIOS或EC 然後再去控制 把那個電斷掉 或者說把RF Disable掉 對 那這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Hardware的控制 它就 沒有辦法從Driver 去 譬如說你Driver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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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R跟TypeMine 那邊實作是怎麼樣 對 但你一旦 沒有辦法從Driver裡面 再度把它按起來 那它的屬性應該是 就是 這邊講的就是 Hardware 就是說 你從Driver端 沒有辦法控制 你在檢視它說 這有沒有把它關掉 譬如說 譬如說 BIOS裡面有個option 它說 關掉 這種比較少 不過 其實像HPR機器 它會出現一種 就是 你今天插網線 你插網線的時候 你Wi-Fi就斷掉 你把網線 Wi-Fi又起來 它為了省電 它有個option 在BIOS裡面 類似這種 那這種 它的行為就是從BIOS裡面 控制住 那它可能 你今天插網線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從Driver 去端去把它打開 透過一些interface 譬如ACPI 或WMI在打開的話 它就是屬於HPB這種屬性 那這個 這個可能 如果有人要coating的話 就可能要記一下這個 要小心一下 那SoftBlock就比較簡單 SoftBlock就是很 跟剛剛相反 就是說 你從Driver裡面 可以控制說 我要on還是off 譬如說 我今天是 有人把它off 那你從Driver裡面 還是可以把它on起來 那就代表它其實是SoftBlock 它不是說 如果在Hawel那邊 有人把 有人有一個途徑 你完全沒辦法控制它 那像 Function Key的話 Function Key常常是SoftBlock 那當然也有例外 可是我現在 因為 應該目前都是SoftBlock 就是你今天發 譬如說Fn加FG 然後去按控制的時候 那它通常會被斷電 或是斷掉 但是你從Driver裡面 還是可以發送訊號把它弄 還是可以透過interface把它拉起來 那這時候就是SoftBlock 那這個文字 就看看就好 就是大家我講的那樣 就是那樣 那 那interface來講的話 給 就是Kernel 提供給 User Space 有兩個interface 一個是 DV RFKey 這一支通常是 比較多是Tool在用 譬如說有一支叫RFKey的Tool 在User Space 那你 譬如說你裝一些Distro 那你直接可以裝那個RFKey的這個包 然後你裝好之後 就下RFKey的這個指令 RFKey.l 或什麼RFKey 那它會 會把RFKey 現在有拿一下RFKey的那個 KeyerSwitch 列出來 那它Stay列出來 然後你甚至可以控制它 那樣子 當然你要有root權限 對 那第二個是 SysClassRFKey 跟RFKey 0到9 或甚至更多 然後它Stay 事實上它下面不只Stay 它還有Name什麼東西 那 它這邊就是 你也可以撈這邊 但是 其實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撈這邊 那這邊請 用人去看比較方便 因為Keyer的時候 Keyer去看它 或者用Watch 去檢查它的Status 這樣子 那 FKeyer Tool 那一支Tool是還蠻不錯 如果說 大家有開發到FKeyer類的東西 在User Space的時候 那一支Tool蠻方便 那還有假設 有一些人爆Bug 在FKeyer這邊的時候 也可以用那支Tool去看 你可以 從遠端請它撞到Tool 然後請它Monitor說 看看那個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 可以回報給我們 我們來修Bug 那一支Tool也蠻簡單 通常蠻簡單的看 然後有一些陷阱 我這邊寫Trap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它 只是說 在開發上來講 假設是 你是開發Dribe的話 會遇到一些問題 尤其說Play Phone Driver Play Phone Driver 譬如說 一些WMI Driver 或是ACPI Driver 在List下面 那些Dribe是放在 Driber Play Phone X86下面 目前是這樣子 目前都放在那邊 事實上不只 一個Layer會去動 那個Hardware上面的RF 這是蠻糟糕的事情 這是沒有辦法 像譬如說Hardware上 有Switch 剛剛講到Switch 或者是一個Button 這Button 可能不是方向Key 它是另外一種Button 反正就是 可能是On跟Off 那通常有Switch 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 從Hardware就把它斷掉 這剛剛我們沒有提到 那第二個是BIOS BIOS 剛剛有提到 BIOS跟ECE 那通常BIOS裡面會有Option 有些可能會有關聯到 比較不長啦 Wi-Fi比較不長 可是有 像我剛剛講的例子 就是你今天網線插了之後 Wi-Fi自動斷掉 那再來就是 Function Key Function Key Function Key是最常見到 Function Key就是 你現在按FN加FG 很快速的可以把 你的Wi-Fi斷電 那譬如說 你現在沒有用到Wi-Fi 那你想省電 就直接用那個斷掉 是很方便 那 這種Function Key 它通常 目前我們實作的話 通常都是它發那個 如果是WMI的話 或ACPI 它會發WMI或ACPI的Event 然後我們去Pray-Found Drive 去聽那個Event 然後再做動作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是 它直接從EC做掉 它從 它可能你發Key Event的時候 它在EC裡面就做動 那這種可以 可以你去Dump EC的那個 可以看它 可以看它 是不是有特別的 一些REGISTER有在動 這樣子 那再來是Linux Kernel 那Linux Kernel 本身也會去動 那它裡面有一個比較 比較 它內建的一個功能 叫做IF-Key input 它也是放在 IF-Key這個Fold裡面 它就一個點C檔 那這支功能 它功能基本上 它就是 針對某一種型態 全開全管 它是收到Keycode的時候 譬如說你今天按Function Key的時候 它會送Key underneathWi-Fi Wireless 或Key underneathBlu-Tooth Key underneathWi-Mass 這種Key 那收到這種Key之後 它其實不管那麼多 它只要看到它 這種Blu-Tooth 它就把Blu-Tooth全部關掉 那如果看到Wireless 它就把Wireless全部關掉 那你再按一次 它就又全部打開 這樣子 它行為就只是這樣 就單純這樣 那這個待會會講到 其實它也是屬於 即將會被移除 但是沒有被移除 而且一輩子不會被移除 而且一輩子不會被移除 因為我已經跟那個Maintainer 確認過 因為我們認為 Keyboard裡面可能要有一個 Default的Behaviour 所以 你看它出現在 即將被移除的List裡面 但它從來沒有被移除過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 對 大概是這樣 有一天我可能會去把它移除 看到什麼反應 但應該不會 因為它已經講過不會移除 再來就是Play Phone Drive Play Phone Drive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譬如說 SWMI MSI Laptop SynPad 然後 Ideapad 這些Play Phone Drive HP 這些Play Phone Drive 可能會去動 有可能它收到 WMI Event 跟HPi Event之後 會去做一些動作 On Off 或怎麼樣 最後就是User Space User Space 也是可以動 但通常它不會動 不會去動它 除非你寫入而進去 有人可能 可能因為開發的關係 或者說它 它有一些需求 它寫入到HAL 譬如說 其實YouTube也可以 但 以前比較多是HAL 去碰那個IFQ這一塊 那 再來就是Network Major 跟Gnome的Bluetooth 那Network Major的話 以前 它只有Monitor 那到現在 比較新的時候 我請教Gary 他是 現在有 現在有去 可以On Off Gnome 3的時候 可以On Off 那以前 它只是Monitor的狀態 來 來決定說 你今天這個 Wi-Fi device能不能用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Gnome的Bluetooth Gnome的Bluetooth 也是會去Monitor Bluetooth的RF Key 然後再決定說 你今天 這Bluetooth能不能用 或那IiCard有沒有跳出來 它結構大概是這樣 最後就是 我們今天要介紹 UiFKey 它是一個D門 然後 其實它也是提供一個API 可以讓你很簡單的 做一個 UI 可以去控制IFQ 或Monitor它 這樣 那這邊有一張圖 就是剛剛講的 一些Layer 它會碰IFQ 那個字有點小 不好意思 那這邊 那這邊就是 我們假裝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 Radio Transmitter 在這邊 它是Hardware 那有時候 這機器上會有 Hardware Switch 那你可能這樣 撥動它 那它直接就去 把這個Radio給關掉 那當然你今天 你今天撥動它 它有幾種做法 譬如說你撥動它 可能從 儀器就做掉了 或者撥動它 它也是送一個Event 那可能Prayphone Driver 也是可以收到 不過比較少 那你那個Hardware 你今天撥動它 它可能就直接 就做掉了 就把這個Radio RF給斷掉 那RF斷掉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你今天直接斷電 那第二種就是 你今天RF斷掉 那這兩種又有 不同的陷阱 你今天直接斷電的話 有一些Wi-Fi Driver 或一些 什麼什麼Driver 它是沒有寫好 它可能誤以為 那個Device整個被拔掉 那整個被拔掉 你的Driver可能會 crash 對 那這時候其實是 那個Wi-Fi Driver的問題 那這種Driver 應該要處理 就是說你今天 你今天Driver還活在那邊 可能你就要 還活著 就是說你不能因為 那個Device被拔掉 你忽然就crash掉 那其實你今天這個斷電動作 就仿佛你從USB把它拔掉一樣 或者說你從PCI把它拔掉一樣 它意思是一樣 對 那這時候 你常常如果你遇到這種事情 其實是Wi-Fi Driver問題 你要查Wi-Fi Driver 或者說你爆Bug要爆Wi-Fi Driver 這樣子 這是剛好提外話 那第二個是 第二條路 所以這一條路是 這一條路就是從Hawai去控制 那再來就是 有一條路 我們比較常見就是Function Key 那Function Key的話 它會是送到可能BIOS 然後透過EC 然後EC去控制它 通常BIOS到EC是寫一個EC的resc 常常是這種狀態 那這種是 Bug也是有的 就是說 這種東西通常 我們Debug的時候 它會說你今天按下去之後 它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種是最常見的 它也不能onoff 或什麼 那要不然就是 其實它這種東西 Function Key 它理論上 它是 要自己會動 它從EC那邊會斷掉 理想要這個 它如果不會動的話 通常 我們能確認的一點只有是說 我們去dump EC的resc 出來看 那如果它有東西會動 或者說你認定 你知道那個spec 你知道哪一個位置會動 然後它動了 但是你的Wi-Fi沒關掉 沒斷掉 這時候可能EC氛圍有問題 就要找EC了 對 那這一塊可能 其實我們kernel這邊 能做的也只有去debug它 就是說 去看它 遺息有沒有 有沒有被寫register進去 或是說它 有沒有做該做的動作 那像譬如說你按FN Key的時候 像我們可以開 它通常會 假設它不是完全是 它是透過HPi做調的話 其實是可以開HPi Debug Log 然後看它是 通常會發QEvent出來 然後我們再去check 那個QEvent的 method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一條路也是從FN Key 上去 但是它FN Key的接收的人是 I'veKey input 那這個就是說 你今天假設那FN Key 它有直接發Key code 它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發WMI 或HCPI Event 它是發Key code 那我們剛剛講 Key Underline Bluetooth 或Key Underline Wireless 這一種Key code上去 那上去到kernel裡面 其實kernel有一個 Default behavior 是RFQ input 這個點西檔在做 那我剛剛有講 這一個 這一個 點西檔 它行為比較簡單 它就是on跟off 你不爽 不喜歡這種 不信喔 還不能拿掉 這很悲哀 你一定要從kernel的config的裡面 去把它拿掉 它kernel的config裡面 有一個RFQ input的config 那你要把它整個拿掉 再從邊kernel才行 那如果你已經編進去 而且很不信的是 它只能build in 它不是一個module 所以你編進去之後 那怎麼辦呢 待會跟大家講怎麼辦 你如果build進去的時候 它在長時間的時候 你想把它 disable 掉 你要用IO control 去把它咬住 把這個DefQ的那個file咬住 你如果把它release掉 它就會立刻 這個behavior又起來 這個 這個 IvQ input behavior起來 那這支曾經 就是我剛剛講的 曾經在kernel的option 他們說會把它拿掉 但是後來沒有拿掉 我有寫信去問 那他的說法是說 他是 他們認為說需要 事實上那個他們 就是他一個人而已 就是IvQ的maintainer 他認為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 你的文件 你不是說要拿掉嗎 他說沒有 他認為說kernel裡面 你今天如果拿掉 你勢必你發這種key的 他就消失 他的 function就不見 假設你user space 不做任何事情 你這個功能就立刻上失 就對了 他認為這樣是不對 就是說 你起碼有個default 但是他留一條後 也不能講後門 他留一條路 可以在user space 接管這個行為 那待會跟各位講 所以這個東西 就也不會被拿掉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那你今天收到rfkey的時候 input的時候 他會去控制rfkey 這個subsist裡面的state 然後就 全on跟全off 他沒有別種選擇 你也不用 奢望說要config它 除非你自己寫code去改它 我不建議 因為放在kernel裡面 這種 比較 比較 這種 其實你要有一點彈性的東西 而且跟user space有關係 放kernel也不是很好 那最後就是function key 可以直接送到ufkey 這個方法是可以 那 但是 但是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你會發現的話 那function key也會被rfkey input的 收走 那也會 他行為也會動 那這個的話 待會就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用iocontrol把它咬住 這樣 對 我一直忘了講 這個是gary寫的 不是我寫的 有問題找他 好不好 我講太高興忘了 這是 這是 那個 反正我先 無責任 他是他專家 我只是 放馬後炮 好 然後 我講快一點 好像 因為本來還想講一下secure boot 偷渡一下 那個 我怎麼 還往回走 好 那我很快講一下 那我們的主題 在free desktop下面 有一個wiki software ufkey 好 那他主要內容 功能 就是我剛剛講的一些 這邊就不講了 那目前最先release是0.4.0 然後funder是maintainer 是give it in 好 然後在install很簡單 在opensource上 你就zip inufkey 這樣子就可以 那那個factory 就是 剛講OBS 那個factory的report 一定有這一個 這個包了 然後我們的secure team 也review過 所以安全上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好 那最後有一個ifc 這是當時我們提proposal 給那個free desktop 然後他們決定說 也可以做一個這個東西 這樣子 好 好 好 那他有哪些function 他主要就是 他主要就是 他可以 podcast 那個ifkey的state 其實這個是蠻主要的一個功能 他其實主要方形 另外一個主要方形 當然是說他可以收key call 之後做一些動作 但是 其實podcast也是蠻重要 因為你可能要寫一些UI 去控制ifkey 或者說要反映你ifkey的狀態 你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去寫 然後這個demon 他提供了一個debus 一組的debus的interface 你可以去使用 然後document 在我們那個man page上 也蠻完整 都是gary寫的 對 還是一樣 就找他就對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 所以你很簡單的 可以透過那一組interface 就可以寫出說 喔 monitor你現在ifkey的狀態 這樣子 對 這 已經講到第二個了 那第三個是那個 policy key 喔 他使用到policy key 去做那個 全線控管 就是 針對debus的那個interface 說 你今天這個interface 是誰可以使用 那他 他是不是有這種權限 他是 透過policy key 去做控管 對 所以在安全上 是還不錯 因為有些demon就是惡搞 他可能就是 把那個cdnode 把它全線打開 就開始用 其實這個 這個做法不是很好 那再來就是 喔 這 第四個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你今天ifkey input 在kernel裡面 而且你還沒辦法拿掉 你如果buildin的話 沒有辦法拿掉 那他也沒辦法marg 那他又 可能大部分底是錯誤開 那怎麼辦呢 那你今天從userlan的時候 他就要下這個io io control 去給那個 ifkey 然後把它咬住 那他在kernel裡面code 他就會把它disable掉 只有這個方法 沒有別的方法 除非你把它 你從邊kernel 把那個kernelconfig拿掉 對 大概是這樣 那下面有一個 這個很長 這個 那個md fil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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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這個git的話 就是kernelgit 你可以查出 那時候那個 ifkey的作者 有放這個interface 對 然後他有寫一組document 那怎麼config呢 那怎麼config呢 這個 uifkey的config 蠻簡單 他幾個狀態 譬如說 你今天要做key control 我們剛剛講 他一個dman 他可以提供一個API 給userspace使用 可能你要可以monitor 那些ifkey的stay 或者說控制ifkey 那你可以說 你可以 那你也可以只用這個功能 然後 你 你把disable掉 他的key control功能 所以他就不會 再去聽那個key keycode 再去做一些動作 那目前 ufkey的 他default的動作 也是只有全開全關 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 masterkey masterkey的話 就是說 這個是 有些機器有這種問題 就是說 這個是全開 那第一個 我沒有講錯 就是說 你今天會聽key call 那第二個 就是你 全部bluetooth 跟wifi 跟wimax 什麼 只要有ifkey的device 它都是全開全關 一起全開全關 那這個就是default 就是force 或觸 那第三個 是我剛 忽然有點斷線 就是 第三個是force sync 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種 這種 參數出來 就是說 你今天有些機器 其實你會 會implementifkey framework 有幾種driver 一種是 譬如說wifi driver bluetooth driver 這種device driver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那playphone driver playphone driver 主要是處理function key 這些東西 和wmai 那這兩種 都會implementifkey 那譬如說 我同時都會 有wifi 跟bluetooth 的interface 長出來 的ifkey interface長出來 那怎麼辦 它有一些機器 其實你會發現 它有詭異的現象 就是說 你今天透過wmai 去關掉 關掉之後 然後wifi那邊 怎麼沒反應 就是wifi它的ifkey 怎麼還是on 它兩個沒有sync 那這個參數就是在 讓你從user space 做的一個hacker 就是說 你可以強迫他們sync 對 那這個其實 不是很 這個算是 一個walk around 但是你今天 其實你今天要 仔細去看的是說 那隻driver 他為什麼沒有去 monitor到你這stay 有change 譬如說 我今天從wmai關 那為什麼wifi那邊 還是on 那你其實應該去看 wifi driver為什麼是on 這樣子 原因是這樣 但是我們遇到 有些機器是那樣 但是 你譬如說wifi的driver 譬如說 我們沒有辦法改動 或是說 可能有些問題 我們臨時沒辦法改 就用著參數 把它強制sync 這樣 下面 下面 下面這個config是sml的config 那它 它是 可以針對某一些機型 特別有問題的機型 去先把它預設行為 給寫出來 譬如說我在 ASUS什麼機器上 或LENOMO什麼機器上 因為它的wifi 可能跟它 沒有性格會有問題 那我們就是先把它 default behavior寫好 然後它會detect說 這種機型 你今天裝到這種機器上 是什麼機型 然後它會做 這個default behavior 最後這一張是architecture的圖 這個slide 就是我們會放給那個 大會 所以這也不用操好了 不過 就是我們 這個demon 其實寫得不錯 是說它蠻精簡 而且 你今天要寫一個linux的demon 該有的 它都做 對 當然是follow 譬如說 linux現在userspacearchitecture 但你說你自己 譬如說 Android 或者說其他的 系統 它有別的architecture 那我們就不曉得 但 你基本上 大概 譬如說它使用到policy key 去做那個dbus interface的 那個全線控管 然後再使用那個 console key console key是說 其實我們有一些 本來預想的一些行為 譬如說你今天切換使用者的時候 其實不同使用者 在使用那個function key 可以有不同的行為這樣子 那這時候用console key 也可以去monitor 說你今天session是不是有改變 對 然後在最基本使用的dbus 然後還有一些parser sml parser 這些 這些東西 然後它 它基本上是用glib寫出來 對 那我們 Gary有寫一個那個glib的binding 所以你gobject的binding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gobject去call 然後也不用去touchdbus 你用gobject去做就可以 你的UI 或是你更上層的application 用這樣做 用gobject去做就可以 好 好 那講完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是下一場的 接下來我們休息十分鐘之後 大家可以到國藝會去聽餐店秀 可以現在先去搶位置了 十分鐘 再有時候 遢 你可以幫助